中國河南瑜伽和安陽市也進入封城狀態 鄭州市部分區域被列為中風險區域 而河南正是蘋果供應鏈在中國的生產重振 供應鏈情況受到外界關注 富士康鄭州 廠區是生產iPhone的主要基地 超過90條的生產線 約有35萬名工人 全球五成的蘋果手機是從鄭州廠區生產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共為了實現病例清零 浙江省很多工廠已經暫停運作 富士康發言人對中國財經媒體記者表示 目前疫情並沒有對產能造成影響 不過從西岸到河南 中共嚴格實施的清零政策 對正在面臨功課吃緊狀況的蘋果 模擬系雪上加霜 後續情況市場高度關注